我已經不曉得講幾百次了 兩岸關係不用做民調 就是12個字 不敢讀 同意不同意 不敢讀 不願統 同意不同意 然後走不開 同意不同意 走不開 打不得 同意不同意 就這12個字代表everything 而且那個不敢讀 不願統 而且還是民進黨 跟國民黨的共業 他們兩個背負的八糊 不敢講 不敢吭聲 心裡頭好想讀 但講不出口 不敢 譬如說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們這叫創華民國 我都會背著 然後國民黨 國民黨其實也曉得 這個不要統的人是多數 他如果講不要統的話 他票會多一點 他也不敢講 所以人家說 國民黨就是統派 國民黨就是統派 不敢講 所以還是我講的兩 前面兩句話就好了 不敢讀 不願統 不是這樣嗎 這是台灣人民100%的共識